谈点奥创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在电影《宇宙》里 奥创是钢铁侠和班纳博士在研究心灵权杖时 发现了权杖内有着一个比贾维斯还要高级的意识 于是打算用于钢铁军团保护世界 随即钢铁侠和班纳博士二人将这个意识和贾维斯进行了融合 但是二人经历了76次融合失败之后 离开了实验室 二人刚离开之后的第77次融合却成功了 并且诞生了一个新的意识 而这个意识就是奥创 刚诞生的奥创在5分钟内就浏览了整个互联网的信息 从而得出了一个人类应该被毁灭的结论 但是其实在漫画里 奥创是皮姆博士通过研究自己的脑波模式 从而创造出的一个人工智能 这个人工只能在拥有自我意识之后开始变坏 在实验室里给自己制造了一幅先进的躯体 最终演变成为了互联成员挥之不去的梦魇 知识二 奥创在电影里的第一幅躯体 是由钢铁军团的破碎肢体组件而成的 后来再次出现时 它的躯体已经变成了更加强大的合金躯体 不过这幅合金躯体却在战斗中多次被摧毁 根本不能承受复仇者的攻击 后来奥创想换成《生命摇篮》里的震惊躯体 但是却被肥虹女巫和复仇者们阻止 其实奥创在漫画里的躯体 并不是合金躯体 也不是震惊躯体 而是跟金刚狼的钢罩一样 全身都是爱德曼金属打造的 拥有这幅爱德曼曲体的奥创 仅是一拳就击碎了美队的震惊盾牌 知识三 奥创在电影里 仅用五分钟就知晓了过去所发生的所有事情 而且他在与尤利西斯交易震惊时 只是稍微地动了一下念头 就完成了交易 而这也是奥创在电影里为数不多的几个 展现他操控互联网能力的场面 其实在漫画里 奥创的这个能力更加强大 他能直接通过网络操控钢铁侠的钢铁站架 而且只要付出指门连接网络 他都能及时锁定对方 并且发起攻击 知识四 在《复联2》里 奥创被打败是因为幻视断开了 他和互联网之间的连接 使他的意识无法再次从互联网逃脱 从而给复仇成们建立了打败奥创的基础 但是其实在漫画里 奥创是无法被打败的 他已经将自己的意识备份了无数本 这也使得他就算不联网也无法被打败 以至于在漫画里 奥创几乎是一个无敌的存在 唯一打败他的办法就是金刚狼穿越回到过去 阻止皮姆博士将它创造出来 知识五 在电影 奥创在被打败之后 试图利用一副残缺的躯体逃跑 不过却被幻视阻止并抹杀 但是在漫画里 幻视其实是由奥创创造出来的 奥创利用初代霹雳火的身体 结合神力人的脑波创造出了幻视 而且漫画里的奥创 还得幻视创造了一个机器人家庭 不过后来幻视却背叛奥创加入了复仇者 知识六 在电影中 奥创一共进行了三次自我升级 第一次是从没有实体的意识 升级成为了钢铁军团的破烂躯体 第二次是从破烂躯体 升级成为了高大威猛的合金躯体 第三次是从合金躯体升级成为镇晶躯体 不过第三次升级却被非红女巫打断 但是在动画剧《极价如》里 也展现了奥创升级为镇晶躯体之后的强大 这是奥创在电影里的三次升级 但是在漫画里 奥创在主宇宙时升级了18次 在平行宇宙里的升级更是多达36次 也因此出现了许多个版本的奥创 比如最接近人类的女性奥创 和神明级别的行星吞噬者奥创 以及有着一把大剑和金色铠甲的奥创之腹